幸福好时光 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 今天我的越南女儿就要回越南了 她已经大学毕业 要开始她的就职的生涯 现在越南的经济的确 虽然疫情也还是有受伤到 但现在也已经往上走了 那么有关于我跟她的故事 我就在这里讲一下好了 这是她第二次来台湾 那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她十岁 那么我跟着一个基金会 去拜访一个省份 这个省份是越南中部最贫穷的省份 越战的时候你应该知道 这个地方因为南北越战争 它刚好是战场 反正只要你的故乡被当成战场 就是一件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 因为南越的人不是都从挖地道 然后钻出来吗 所以美军就要消灭上面的茂密的树林 那消灭树林就会撒这个化学毒剂 让这些树都死掉 所以越南中部当时有很多的孩子 有的出生还没有脑 我还看过这样的孩子 那没有手或机型的到处都是 那时候连到那里 中途我还记得 我们坐的那个小艇 那艇上有一些媒体 那个小艇后来就进水了 那过湖还好已经快到了 你知道我刚好就住在 坐在进水口的那个地方 那个上面大概二三十个人 坐得满满的 还有些人就拿着摄影机 然后我看到那个水 就从下面那个洞涌上来 然后坐在我对面的 也是一位比较年高德少 老成持重个性稳定的人 我也认识他 他也看到了 我们两个人的嘴巴张成了O型 但是呢 我们互相使个眼色说 不要讲 继续保持镇定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怕前面的人不镇定 然后船就翻掉了 好不容易靠了岸之后 还经过那个什么蚝蛙蚱 或者是经过一堆 就是河流 我们简直像在玩童子军 在克服万难 克服野外障碍这样子 然后才走到了 我们要慰问的育幼院 那我的甘女儿小艷 她不是育幼院儿童 她有爸爸妈妈 但是呢 她家当时没有墙壁 为什么 因为妈妈从来没有读过书 其实我遇到她妈妈时 她妈妈才二十 不到三十岁 然后十七八岁吧 就结婚生下她 那当时的生活方式是 她爸爸本来是做木工 爸爸好像认得几个字 但是也不是很好 那做木工就因为工作受伤 不到三十岁 几乎就躺在家里 那妈妈靠着鞭斗笠 还有每一天呢 去市场去批发鱼来卖 这一天能够赚的 当时有两个小孩了 就是只能大概只能赚一块钱美金 你可以相信吗 那对孩子呢 看起来很聪明 而且很有礼貌 于是呢 我就决定要助养她 后来要离开他们家的时候 下起了大雨 那个大雨哦 那看到两个很小的女生 就拿着水桶去接雨 那个是屋顶上漏下来的大雨 四面八方还没有墙壁 还好越南真的不是 非常非常的冷哦 所以大家还可以这样活下去 那么那时候我离开大家 我就说我会助养她 但是这样子吧 因为我有限的大脑 也想不出什么有什么好计划 可以让这个家庭翻平 他们都比我年轻多了 我就说我会支持她 念大学也请你支持她 一直到现在十年 我没有什么好处 我的好处叫做 我的意志力很强 就是我会一直持续 会跟踪这个 追踪这个消息 然后会持续付出关心 那时候妈妈就哭了 眼睛里面全是泪水 就握着我的手 因为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她想说这样一个陌生人 为什么要来帮助我们 可是这个女生很了不起 十年之后我们真的让她大学毕业了 那么她是考上了 胡志明经济大学的气管系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科系 尤其对于一个中部小孩而言 他们胡志明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他就等于是清华大学 也就是我们一个干妈 一个亲妈就达成了这个愿望 那中间我付了一些补习费 当然也不算很多钱 大概其实是一个小孩上私立学校费用 因为越南补习费很贵 那他们就念那种公立学校是比较便宜的 那让她去学英文中文 因为我发现 第一次她到我们家来的时候 她的英文全部是法文法音 实在有一点严重 所以总而言之 我们就把一个小孩 就慢慢的 我的台语真的很烂 就慢慢的让她 变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 现在终于要工作了 那也有朋友跟我说 你为什么不让她来台湾工作呢 其实我知道我们这边呢 或多或少 还是有一些东南亚的歧视 我希望她回到她正在发展的国家 去闯出她的天地 那么今天呢 她晚一点她就要去搭飞机 她说我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她讲 我说我跟你说 你现在好好的在那里工作 可是你工作的时候 不要只想到你要赚薪水 你要有一个野心 你要一边工作 一边告诉自己说 我现在学什么 我都是要当老板 我是很鼓励年轻人当老板的 因为你要去你有兴趣的地方 去发扬你自己的能力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呢 请到了一位生技很有名的顾问 一位营养师 但是我要先告诉你几个case 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呢 是好有力来置入的 大家如果常常听中广的话 应该也知道 大概现在主持人都是 人手一瓶啊 那这是一个消费者的回馈 刚退休的时候65岁 为了不要每天待在家 早上会去公园运动 也认识一群山友 那么会去爬山见走 虽然一直保持运动习惯 哦他现在72岁了 但他走了七年之后 发现越来越跟不上大家 那怎么办呢 后来呢 有人推荐了这个好好动 吃了之后 他觉得运动能够持续的时间变长了 那主要针对哪里 就是他上坡的时候 觉得脚步很轻快啊 所以他很有感啊 那么还有一位妈妈 她说家里住公寓 主要也还是要上上下下的问题 然后他有一对双胞胎 这真的很辛苦 一次抱两个 每次下班之后 接小朋友再回家 然后要抱着他们爬四层楼 就觉得很累 然后后来也感觉差了很多 好我们就来谈一谈 人到底需不需要 营养补充品的问题 其实你的问题超过你的想象 等一下我也会现身说法说 我一直以为我是个运动咖 然后我到现在也还可以跑全马 而且 可是我也跑过了很多全马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都在河道 从我们木炸跑到淡水 但是突然发现了有一件事 你不要自以为健康 不是我说我 也就是说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就膝盖酸酸的 我就去做检查 发现我的骨质疏松还是严重的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去做检查 刚好遇到我个朋友 他也是跟我差不多年纪 觉得自己好棒好棒 他会骑车环岛已经环了几圈 你知道突然有一次 他再要出发没多久的时候就骑车 他是环岛派我是跑步派 他突然发现他腿就咔嚓一声断了 你相信吗 骑脚啊车就咔嚓就断 所以一定不是嘛 那这是什么 就是他其实一直是运动咖 他的肌肉相对强健 但是因为更年期的妇女 他还是会有骨质流失的问题 所以他里面流失 只是外面肌肉在支撑 有没有 他比一般人好没错 但是骨质就空掉了 所以就咔嚓一声 就断腿了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说 你不要扣死去检查 我才发现说 我也我的骨质流失 虽然我是个运动咖 也还是在一般人的 就是也赶不上正常人 你看多可怕 有了年纪之后 这个一定会遇到 不可能不遇到 老化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常常误以为 不用营养品的补充 只要靠我们自己的自然饮食啊 都可以 可是我后来发现 这些越注重饮食 但是就注重吃的东西 但是没有营养补充的人 他看起来很健康对不对 他有人生很多看不到的问题 后来就叭腾了 很多例子啊 我们在产业里面也常常遇到 这个所谓的每天爬山啊 觉得自己这个都很健康啊 突然有一天他就中风了 对你看健身教练 也有中风的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你现在看起来好好的 就是好好的 那也不会延啊 后来我开始补充之后 发现越补充的东西 的确还蛮多的 每天早上起床 就一大把 对不对 可是 其实有一个概念 你知道我们看到一把会不高兴 可是其实你要告诉自己 其实这些都是食物 食品 对不对 但你如果把它当药就很可怕 像无论如何 我请我婆婆吃东西 他们就 他就是不愿意 他会说 我好好的 也我要再吃 三位 一先开就一把了 可是 因为他都长得一样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不是 对这不是 他很奇怪 他们就是 那个根深底部 看到那个样子 就觉得是药 看到那个他就觉得是药 但是他就觉得 医生开的才是对的 可是他把这些 就是说补充的食品啊 就是量开之后 事实上老年人的身体 还是一日一日 就就算看下现在还好 无病无痛 可是也是大不如前 其实我们 我们生计食品 常常跟这个医师是在抵触的 有一点 有一点在抵触 包括营养 营养学 对我们营养学上 常常跟医生在抵触 对对对 医生觉得药就是确切的嘛 对 那你食品 因为药就是有问题 我们就来治他 就治疗 或者至少治症状 我真的觉得要治本也很难 对对我有一些医生朋友 那这个有一些日新月异的东西出来 我问医生朋友 有这个东西吗没有听过 对我们可能还是要说服他 但是当医生没有听过的时候 一定会出现一种 出现一句话 就是说不要乱吃 对 所以有时候是互抵触的 对对 但是你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我后来发现 想要好好的在中年维持这个样子 不是很容易 那个昨天晚上 不是说越南的干女儿来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要好好加油 没有人可以陪你 不会扶持你一辈子 我都快要那个六十了 他就睁他很大的眼睛看着我 你知道吗 我问我说你压抑些什么吗 因为他其实没有想到 他后来回家算一算 因为越南人都十几岁就生孩子 所以呢 他后来算一算他阿嬷 可能比我还年轻 应该比你年轻 他妈妈才三十七八啊 对 十七岁生他 四十几岁就当阿嬷 对 可是你知道他阿嬷现在在干嘛呢 躺在床上干干叫都不能下船 因为 那么年轻 对阿 不是因为老化 营养不足老化过快 营养不足的老化过快 就整个那个苍老 就是他现在看起来可能 假设我妈还在世的话 这个照片看起来比我妈 我妈过世的时候大概是七十六七岁 比那时候还老 那就是有病阿 真的是没有保养 可是他也没有正常的病 就你知道吗 那个苍老实在是很可怕 好那无端如何我们不是唯言耸听 而是真的这个我觉得赵先生之前 就是看到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一瓶这个 我真的觉得他还不错 那么今天呢是 我们的这个好好动的一个置入的专辑 那你可以打02250055563 022500563 吴淡如的脸书会跟着直播 那在场的是生计顾问 黄冲线还有营养师刘一旬 来解答你的问题 只是要告诉你 营养补充食品的确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今天呢是日食一善 这个品牌跟幸福好时光的连麦 这是一个置入的节目 不过来的齁 除了我不专业之外 都是非常专业的顾问 黄冲线还有刘一旬 刚刚他们 我现在不能讲 因为他们有叫我补充记忆体 而且所以我这样很惨忍的 在念那个博士 自己这样惨酷训练自己也是对的 是对的 因为我不会打麻将 你知道吗 打麻将 赚那一点钱也没有办法吸引我 哈哈哈 不要玩赚钱 那不一定会赚钱 不行 对我无聊 其实我习惯玩高难度的 对对对对 所以呢 他们刚刚两个人在节目的空档 叫我补充某种记忆体 但我不能在这里讲 那我们现在有直播 除了中管APP之外 吴淡如的脸书 还有我们每周一文有没有播 有 我昨天半夜才把每周一文的那个FB 要回来 前面之前吴淡如的FB是被锁 被锁 是被宣明检举 检举什么我就不说了 因为我怕说出来以后你们都拿去检举 反正很扯 那我已经请到美国律师了 我只能这么讲 然后昨天呢 拿回来之后每周一文又被检举了呢 然后这次被检举什么 可以告诉你 说我是仿冒的脸书 我心里想仿冒我的脸书那么多 都没有被检举 结果我真的 我那里25万人就被检举 可是各位亲爱的朋友 我昨天半夜呢 我们那位美国的律师朋友 又神通广大的帮我拿回来 那么快 很厉害 很快 没办法 你要叫美国人对付美国人 要不然一般台湾的一些 你们万一被同业检举也要不回来 就一旦被锁 对 至少三个月 至少 很久 嗯 神通广大 但是 不是神通广大 之后可能也还是要美金 你觉得美国律师这么容易请 对 真的 哎呀算了这些都别说了啦 但是总而言之 我们今天在推荐好东西 那刚刚的服务专线我讲错了 是0225005566 那么为什么讲到脸书 不是因为现在的脸书还有中广的脸书 全部都有在直播 好吧 来跟我们谈一谈 刚刚说过的 看起来健康 然后突然出现一件事情 不是中风就是膝盖折断 很多很多很多 这个很大条 就是平常没事嘛 对不对 可是难道我们维持健康 都维持假的吗 嗯 如果说这个应该 营养师会更清楚 这个如果说你 你平常都是运动啊饮食啊 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是不足的 对因为其实大部分都觉得运动是要拿来瘦身 对 或是说维持健康 我们还在练肌肉 练肌肉 对但是可是其实你 应该如果你有在运动的话 你吃的量应该要比一般的人多 还多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都忘记 你都还是用一般的量再吃 嗯 好那或是你只能单 单营养素再补充 可是你忘了 这个营养素进到身体里面去代谢的时候 它其实还需要很多辅助的成分 去帮助身体去做运用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耶 其实营养素它是均衡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观念都会变成 我就是单一单一单一 这个是量的问题喔 是吃进去量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我先吃再说 你慢慢讲 还有一个问题喔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个 这个你的一个老化的速度 跟你吃进去的量 它是不成正比的喔 哦对 对啊 你这句话我可以解释一下 我很多的朋友跟我差不多年纪 他们就说我以前都怎样 现在都怎样 我说我以前跟现在差了20 以前你都不需要没关系 以前我年轻时候也完全没有补 不需要不需要 这是真的 而且其实我们觉得像以前的饮食的状况 跟现在饮食又有点不一样啊 光烹调 其实食物的本身的营养素 也慢慢因为土壤的关系 栽种的关系 现在流失的很严重 你讲的那个以前喔 可能是我阿嬷的年代 栽种植才是比较好 还有植物的基改 对植物基改啊 我告诉你植物的基改 你不要想说植物的基改 反正也吃起来味道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 其实 夹的还蛮多 对 在身体里面的作用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是 会坚持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说我吃素健康 或多吃蛋白质健康 其实你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但现在你说吃鱼健康好了 真的不好意思 我有朋友 他就是很爱吃鱼 后来那个重金属燃料 吓死人了 这个确实是 这个也是有一个心理喔 我有一个朋友当医生的 然后为了要给这个病患吃好的鱼 他搞到最后自己去卖鱼 我可能知道是谁啊 哈哈 不过说真的啦 你光从食物要获得正常的营养素 已经很困难了 那刚刚我讲了一个就是说 我跟我该女儿的阿嬷的故事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不太可能 吃饱就不容易了 没有补充概念 跟有补充概念 不是说这个活久一点 我们活在这个社会 也未必会比人家活得久 因为我们的风险很高啦 可是你整个生活的状态 和生活的品质 只要你维持得好 骨骼还健壮 就会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因为你品质上你生活 要能够行走再次灵活运动 这件事情 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还有我们不说补充营养 我们说补充营养 就是当你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来讲 你补充进去的营养 到底有没有办法被转化 这怎么看啊 这个没办法看 的确 我们也不能动不动 就去驗血啊什么 抽血只是驗基本的素质 比如说 我们在运动要摄取蛋白质 对 那蛋白质摄取进去 有的人就是稍微吃一点点就很有感 对 但是有的人就是 怎么吞怎么吞就是无感 对 所以难怪 那个一般的保健食品 只能让你讲有感跟无感 不能讲有效和无效 的确就是一个有感的问题 确实上的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些 如果你爬楼梯 你会觉得 我比较不费力 这应该不是那种 就是心理幻想的作用吧 不是是真的有感 那有感要怎么侦测 有感啊 就很简单吧 我们在我们在爬楼梯 爬楼梯会形成就是 这个耐力啊 体力啊 这个呼吸啊 这个都会感受出来 那你如果说无感的话 那相对的就是 比如说你有在补充营养品 跟没有补充营养品 你就会 东西有没有感 一定感受得出来 对 那我要问那个营养师 这个现在 也就是那个赵先生给我的东西之中 有一个 就是类似于运动的益生菌 现在益生菌分类很多重化 为什么要有运动的益生菌 因为像我们这种有运动人 听到益生菌就会去傻傻的也会吃啦 对对对 对他其实是因为益生菌的研究是非常多元 然后他有很多功能性 但是其实这个其实很特别 他其实是一个在 举重选手身上去筛选出来的 然后他们想要了解说 为什么举重选手的耐力 跟他的整个灵活度 会持续的比一般人还要久 我发现今天的节目 广告的确是比 节目上运气更精彩 因为大家都据食已干 这是升级顾问黄冲宪 还有营养师刘怡循 他给我们最好的建议 刚刚讲到了 比如说 这个里面 今天我们提到的 今天吴丹尔的脸书 还有中广脸书都在直播 这是一个制度的节目 不过我们的营养概念 请你听听看 也就是说 他有一种成分 叫Q10这样子的东西 这里面有30毫克 而且是主成分 那他会让你比较有力 可是事实上 刚刚我有提到 因为前不久才去检查 那个心脏的问题 医生叫我补充Q10 对不对 没错啊没错 Q10对于心脏是什么回事 本来我们以为就是碰腿嘛 或者是膝盖 对不对 对我们这样会碰碰碰碰 对对 要碰碰碰 那要简单讲叫发电机 对 那他就是一个发电 他就是一个电力来源 那当你的电力不够的时候 他就 他就没电 比较没电 对 他的概念就这样 我家是山坡 我已经在努力训练自己 所以我都走上去 你知道吗 最近真的 以前我可以一边走 一边讲话或唱歌 最近好像唱不出来 那如果你有如果有这种现象啊 这个包括你的一个乳酸的一个代谢速度也变慢 你怎么知道 就比较容易 跑马比较容易 就跑马 比如说你以前跑马可能大概 大概三到五天就不酸了 但是现在可能会延后一个礼拜以后才不酸 我没那么严重 我以前差不多一天 现在大概三天 三天 哈哈哈 就是你的老当益状 你的乳酸代谢已经变慢了 是真的 乳酸代谢 乳酸代谢变慢其实就是 就是说 比如说在补充某一些菌的时候 某一些特殊的菌的时候 他的代谢速度就变快 可是像Q10也有便宜跟贵的 差很多 日本去药妆店看到处都叫Q10 要内行人才看得懂 要怎么怎么看 内行人 那你很确定我手中这个是很内行人 非常确定 那个他请我这个鉴定过 真的 他其实也有请我这个鉴定过 好 看一下看得懂 其实Q10有分所谓的 还原型跟氧化型 对 这是什么 还原型就是我们说 它其实是充饱电的电池 然后吃到身体里面 它就直接利用 那氧化型的意思就是 到身体里面可能还要再经过 转换成还原型 然后才能被利用 所以基本上通常只要是还原型 形态的Q10 到身体里面的利用速度会比较快 然后吸收率也比较好 所以这个是还原型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 你有没有发现就算维他命B好了 也有分 面上价位也有很大的差别 我那个分很大 我那个分很大 那个缓释型的什么 还有他的剂型 还有他被利用的程度 那个都有分 难怪 我说真的 那个招先生拿给我的时候 我有去看一下价格 我觉得他算蛮贵的 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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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开发的时候 他有一个要求 他很坚持一个要求 对 我不喜欢吞那么多 对 我要浓度最高 利用率最高 就一颗 哦 他就是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才会就是 其实原料的昂贵 自然造成那种 就是他的后来成品 就是稍微比市价高一点 一定会有差 生技科技的发展 其实他的东西就是越做越高端 因为我曾经在购物台看过两个节目前后 你知道吗 前面比如某维他病 同样类型 三瓶卖999 有没有 然后后面那个是一瓶就要1980 但是要把密心讲出来 差别就是这样 但是消费者不懂 对 消费者就以为我家就有保密 对对对 消费者不懂 且连叶黄素的差别都很大 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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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游离型 游离型跟那个直化型 对 吸收率 就是其实那个就是生物科技 其实他最奥妙的地方 还有他有没有包覆 对包覆 你看 再讲就复杂 好我们今天不要讲那么多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 就如果你对于这个好好动 好有力 有兴趣的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那目前呢 好物世纪 还有这个中广的美少女 都可以接你的电话 上班时间都可以 对没错 你们这样讲 就了解这行的奥妙 所以买到便宜的不要太高兴 不要太高兴 真的不要太高兴 对 那我们在这个广告时间 还是有继续播 那你可以在吴淡如的脸书团 还有在中广的脸书看到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生计顾问 黄冲献还有营养师刘怡循 我们来谈谈益生菌吧 其实益生菌 每个我知道的很多 因为我很多好朋友 像那个林文新博士也是我好朋友 对 他后来说 他就自己抱屈 他说他的 大家都觉得他贵 对不对 可是他说 假设用他自己研发的600亿来看 什么一个发酵草 别人做10 就是意思就是说 他只能做 别人可以做 比如说100桶好了 他只能做5桶 因为他比较密集 然后 他说如果以他的菌量 确实菌量来算 很多的公司的 大概 一盒现在卖2000的只能卖500 为什么 因为还是一个里面的 有感菌量 那么这个运动的 比如说现在开始 这也是我今年才听到 运动益生菌是 是什么呢 为什么 他可以让你 这个 好 好动呢 对 运动益生菌他就是 他主要就是 刚刚我们前面有讲 他是从 那个举重选手 身上去筛选出来的 然后去研究 欸 为什么这个在 运动员身上 这个运动益生菌 在肠道 所造成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 他觉得他的肌耐力变好了 对 然后他灵活度变好了 所以他去研究这个菌相 然后再做那个大学的研究啊 paper啊 去发表 所以他是从一些特别有力的人 特别有力的人 身上筛选出来的 筛选出来的 研究发现 有感菌种 他们有某种共同的菌种 然后再来栽培那个 优势菌种 我们说的就是优势菌种 再去塞那个菌株出来 所以这个也很难栽培 就好像 光塞一个菌株要十年 所以他也一定有一个 就是说世界级的专利 一定是的 那不然的话 你想想看喔 不只是专利还有技术 因为有人会问说 那药房 一桶 我小时候也给小孩买过 一桶才350啊 如果这么讲的话 那个有某一些菌 就是人也可以吃 动物也可以吃 真的 对 20公斤才多少钱 你知道吗 多少钱 2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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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袋20公斤 才两三千块 那这样不公平 我帮我们家宠物 让他吃的益生菌 真的还蛮贵的 这个就是 这个观念问题 还有认知的问题 对 好那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 就是 有了这些大力选手的补充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那如何跟刚刚所谓的Q10来搭配呢 显然这是就是 一边要你有力 一边要你好好的动起来 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要先有 你要先有体力嘛 我们说要先有体力 你才会想要继续动下去 然后其实在运动菌在研究里面发现 它可以让小老鼠的抓力变好 哦 所以他其实做动物实验 发现小老鼠抓力变好 肌耐力变好 他就变成是他比较有办法 可以做比较长时间的运动 跟活动 这样子 然后在人体身上 其实也就让长跑选手 去使用的时候 发现他的耐力 就是我们刚刚淡路姐讲的 我可能跑半马 会觉得有点累 对 可是他变成是说 如果有补充到 运动益生菌的话 其实他跑半马 甚至还可以从半马 晋升到全马 时间还可以缩短 然后疲劳感也会降低 所谓的益生菌就是都有肠道吸收 对不对 是 那么这样说起来 也不只是中老年人的问题 如果我从小就开始被栽培 吃了那种生理的运动益生菌 我会不会得到举重的奥运 不不可能 搞不好有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这个短跑选手 很有名 这个这一次应该会被派去参加奥运 奥运 然后他这一次 这一次就是运动的表现 就是让他吃这个东西 运动的表现 连他自己都吓一跳 他突破他毕生纪录 哎呦 破纪录的机会 那为什么有人要去吃禁药 因为比较快 那比较快 但是后面的伤害是无穷的 所以我说刚刚食品它的好处就是 它是安全补充 然后真的营养补进去 就是我们刚刚讲 前面如果你饮食不正常的话 就是营养补充品 它是有必要的存在性的 这个我自己已经发现了 很有感 只是听你们看到你们两个人 发现我要越吃越多 真的吗 还不止于止喔 比如说 比如说可能要三五天 那个酸的感觉才不见嘛 但是你有在补充的时候 会发现变回以前那种一两天 酸的感觉就不见了 好 那就是这02-2500-5566 02-2500-5566 也只有到星期五 这是日食一善跟幸福好时光的优惠的活动 那么也只有这个时期 之前前天的我就跟各位先说对不起 因为也只有这个礼拜有 今天才刚刚开始跑 星期五就要结束了 那你就可以试试看 但是一定要提醒你 这绝对不要把它当要吃 千万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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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遇到吃了这个之后 我可不可以停掉什么高血压药 糖尿病药 我说我的拜托这种问题 没有啦 千万别出现 那不一样啊 它又不是神丹 你没有常遇到这种问题 常遇到啊 常遇到啊 就算你一时变好了 那也可能是 你万一停了你的血压药 它也可能整个恶化下来 因为它针对的东西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是全面的营养补充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嗯 好那这就是有人在说 来我这手上有一个实力啊 就是固定做重训 每次运动都觉得隔天上班好累 想说下次我可能年纪大了啦 下次可能不要做那么重 可是他尝试了之后 他发现呢 他还是可以多加重一点点 所以他就是那一只 小老鼠 小老鼠 哈哈哈 对实验中的小老鼠 是 不然有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一下子就 做一些什么事 第二天怎么干一干一丢 对不对 就整个疲劳啊 酸啊 就跑出来了 你刚刚说 那运动的人反而要补充更多 因为他的肌力 或者是他的体力的消耗 是很需要得到补助的 还有乳酸的代谢 其实他比一般人还要多 所以他更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你有没有觉得 这句话安慰到了那些 躺在沙发上的人 那我就不要运动就好了啊 他会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这么说 当你不动的时候 他老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超级快 你动的话 当然会延缓老化 但是当你不动 我告诉你 你的需求量 照理讲是更增加的 但是你都放弃了 就继续谈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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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东西就是 像脑力真的是越训练 只会 就不要让他挺 不要让他挺 他运动也是 你看那个 如果练肌力的选手 万一他生病挺两个月 他就是整个垮掉 而且整个人老了 然后这个包围 人生原来是没有特效药的 都是需要长久来锻炼 那两位还有什么样的补充 来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02-2500-5566 现在有很多人在接你的电话 应该是说 这个是比较新的资讯 比如说运动菌这种东西 是很新很新的资讯 那过去 过去大家都是觉得说 菌就是在这个肠道方面 但是其实这个观念是错的 在全球全世界 是不断的朝微生物去发展 那微生物它是很可贵 那再来是菌 你说要有感 那不只是在于这些东西之外 他还有他的制造技术 光一套顺冷技术 那设备花下去就不得了 其实你们也不用太努力解释 因为那个太复杂 大家也不会听得懂 对 不过你看看 其实我刚刚还讲出了 他的不一样的好处 因为他们说我们家族 那个心脏会 到老会越来越肥大 要补充Q10 对 对 那吃了老半天 现在才发现 因为我努力看了 才发现 Q10还原型好重要 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这个如果依据你说的那个感觉 你本身在吃就会很有感 是 因为不然的话你看看 我有多少朋友 年纪比我轻 旁边齁 的 那是 人 所应该是 什么东西 就会继续 那是 做老油 要死 你 看